今天我再来念一篇 这篇的题目叫 看老片有感 看老片有感 上个月 偶尔在报刊上看了一则消息 行政院新闻局 为了纪念中华民国电影年 将重新放映 三四十年前的老国片 这则消息竟激起了我一片 莫名的兴奋之情 那天起就开始热烈期待 在我的行事历上 济世板上可见用心 这一天我带着 13岁及 10岁的女儿一同前去 在 车上 我说了 Jerga 要看的这部片子 是部黑白的 可能在音响效果 和画面的表现上 比不上 现在的电影 可是内容会比现代的影片 来得充实有意思哦 也让你们瞧瞧 妈咪小时候 喜欢的演员 他们的风采和演技 听了我的说词 引起了孩子们好奇心 他们急着想看 到底是什么因素 使得中年的母亲 对于许久以前的影片 及演员 仍是这般的倾心 时光的流逝 岁月的轻蚀 使得这部片子 如历尽沧桑的老人一般 皱纹满布 气息微弱 然而 他所具有的 中国的人文精神 及丰富的内涵 使我忘却了 他外表的缺憾 只见生动的内容 剧中的每位演员 角色分明 各有擅长 其女主角 林黛女士 那抚媚灵活 活泼可爱的坐表 男主角 严峻先生 那憨厚 稳重 朴实 敦厚的好人风范 王元龙先生 于剧中的 奸诈欺人的态度 贺斌先生之 势力嘴脸 蒋光超先生之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的 内心戏 还有几位面容熟悉 却一时想不起名字的演员 都有动人心怀的演出 对他们 自己内心深处 使有一份说不出的 亲切与怀念 然而这么些精彩的好演员 如今已大半作补 这且不言 对于少数 以自己的手 结束自己生命的演员 最最令人感到痛心 何苦呢 我是这么想的 任人过去 再有辉煌的成就 或再有天大的难处 终要随着光阴的流失 而逐渐的被淡忘 或淹没的 对于那已经留走的 灿烂时光 或伤感岁月 不要 频频回顾 以免影响心情 阻碍了未来的日子 因为 不论好坏 时光 总是不能倒流 人 想要活得快乐 就要过得实在 最重要的是 对生活 所抱持的思想和态度 只因生活是多层面的 亲情 爱情 友情 金钱 事业 名望 各有各的美 各有各的分量 实不必 只为了内心的偏重 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价值 成就一个生命 多不容易 更何况 是一个亮丽的生命 看了过去的影片 使我对人生 对文化 艺术 甚至对科技 都产生了深一层的感受 和感想 但愿人文精神 与物质文明 能够 齐头 并进 并期待我们的明天 会更加美好 好了 这一个 我的功课 已经做完了 现在 飞起书包 要回家 总是要来那两下子 自己才开心 好了 言归正传 如果你们有 看到我这影片 我感谢你们 就这样子 没别的了 好不好 没有 读英语 和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